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深读分析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 近期在中国酝酿并且急剧膨胀的三只松鼠咪咪眼风波了 其走势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辱华范畴 而成为了一个包含多种复杂元素的超级复合议题 这个事情的起因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中国的食品品牌三只松鼠发布的一系列咪咪眼国风广告而起 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说他故意使用类似满洲赴满洲的咪咪眼 是迎合西方审美观中针对华裔的刻板印象 也有人说这种观点反应过激 属于缺乏民族自信 不同的价值观和认知 均在这件事件中找到了对手激烈交战 毫无疑问对这样一场复杂的事态 任何单向的劝解与梳理都是非常难得到有效的回馈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连人民日报也发声呼吁冷静 但是争吵在舆论场中仍然愈演愈烈的原因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篇忽颜硕在多维新闻网发表的 咪咪眼风波给北京提了三个醒 就是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度解析 目前大陆媒体的表态都基本持终 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 一是坚决抵制秘密掩饰的歧视 二是反对网爆个人 这样的声音当然没有错 但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如果只是以审美视角切入 这起辱华事件可探讨的角度实在是不多 就比如稍早前多维新闻发文所指出的 任何针对辱华的讨论 都是应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前提 即辱不辱华 当然的必然的要华说了算 其标准尺度范围 就是要中国社会的主流审美价值 去裁定衡量和评价 如果中国社会主流审美价值 对其中的某一元素感到了不适 那么那些试图与中国发生联系的个体 或者集体就要回避使用这些元素 特别是在商业语境中 这与自由不自由毫无关系 更与其是否觉得冤枉或委屈没有关系 这是基本的尊重逻辑 至于三只松鼠事件就更为简单 不论动机为何 这家企业在事实上挑战了 逐渐成型的中国社会主流审美 受到抨击是不难预料的 这其中或许有翻旧账的嫌疑 但是商业场域中就是这样 你无法用理性去要求每一个受众 打碎牙齿或血吞 是这些企业必须要有的智慧 而对于北京 在更广泛的视角中 对此事件的思考则应当再进一步 至少有三个角度可做境界 首先 北京应当考虑如何在建设审美自觉 和审美的多元发展间找到平衡点 这应该是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涵 任何社会都有其主流的审美价值 但同时也会因此对相对边缘 小众或者是个人化的审美趋势 形成挤压甚至排斥 官方应该在这一过程中保持谨慎 既运用自身丰富工具去推动主流审美价值的确立和完善 也要避免强力介入对多元审美造成毁灭性打击 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对后者做出某种倾斜 或者是偏袒 健康的审美应当是主流和多元化和谐并进 绝不能有一家独大 就比如在这场秘密眼风波中 中国的主流媒体必须拿出相当的舆论资源 防止这个事件窄化为就某一生理特征的讨论 那将是无聊且危险的 其次这也是一场民族主义在舆论场中的大演练 对北京方面而言 应当说是喜忧参半的 一方面类似事件的频繁出现 极大发觉和刺激了中国社会的爱国护国热情 民众在争吵和交锋中不断学习如何爱国 夯实了民族主义的氛围和舆论基础 但同时当民族主义长期持续的高水位运行 因之天然具有排他性等激烈特点 其酝酿的内生风险可能也会逐渐加剧 如到了不可收拾无法控制的地步 就会对公共政策等一系列政府行为形成裹挟 如何在积极建设民族主义的同时 加强引导和疏通 这是一个大难题 再次对于超级复合议题的把控和处理 中国政府应增强精细拆解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咪咪眼风波 至少包含了中西文化矛盾 种族主义歧视 审美的自觉和多元东方主义 与自我东方主义 民族主义 网络环境建设的东贯等多个领域 而每一个领域都可能就此发生新的复杂议题 作为舆论场中的最强音 官方应当做出一个谨慎的风向标 以避免议题在内部裂解 互相冲撞而导致形成新的矛盾 在很多时候对这样的议题 有必要熄熄火 而不是一味的加油助推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深读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